太阳花学运真榜 徐永明当年骂人财团的走狗 不到十年帮财团开工厅会 分享 8月12 2020 徐永明曾在大话新闻骂苗栗县大补农地案相关人是狗官了 做财团的走狗 遭刘正宏不满提告但或判无罪 8年后 徐永明涉嫌收太刘钱董做李恒隆200万元价额召开工司法修法工厅会 徐永明当年怎么有脸教训人 你徐永明收钱帮忙开工厅会就不是是狗官了 做财团的走狗吗 钱带力量这么伟大哦 也蛮奇怪的 陈维停性骚扰累贩 国民党的高斯伯投书苹果日报说丑闻不捡太阳花正当性 现在只不过靠太阳花上位的党主席拿钱替财团说话 怎么没有较清楚来说搞钱不捡太阳花正当性呢 我最后改写一个闲诸首的名言 为什么你们对掌权的人这么宽容 为什么你们对吕自摸奶的人这么宽容 为什么你们对搞钱的人这么宽容 ps 魏阳被生压成为停泪崩 为何对掌权的人这么宽容 2014年3月24日 Blackjack 2020年8月12日 徐永明办公厅会非立委职务 最高法院见解说是 2020年8月3日14点59分联合报 记者赖佩玄 台北及时报道 徐永明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台北地检署侦办5名立委涉嫌收费护航修正缩购条款 查出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涉嫌收受200万元价额召开公司法修法公厅会 据悉 虽然徐便称是政治线金也无对价关系 检方认为召开该公厅会不服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相关规定 但属立委职务上行为 收取显不相当的费用以处法 据了解